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閉上眼睛 你搞什麼? 你閉上眼睛吧 你閉上眼睛 你閉上眼睛輕熟了 難怪看得像鴛鴦眼一樣 你閉上眼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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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點拿出來 拿什麼? 你不是有東西送給我的嗎? 你怎麼知道? 你沒管, 拿出來 好… 你閉上眼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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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拾絕命好魚 多謝你救命之恩 他有送東西給你, 沒甚麼行 你太過分了 我又過分? 就是說 上次在榮池我跟你說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反思 你想說初吻的單 雖然,幸好伯伯讓我出去,不幫我醒氣 其實當天你在船上 已經幫伯伯做好人工呼吸救過他 現在只剩兩條路 一,如果救人是當初吻的 你的初吻就已經奉獻給伯伯,不是我 二,如果救人不當初吻 那就是說你的初吻從來沒出現過 那無論如何都不關我的事 你看,我不是很聰明嗎? 你不是很開心回來嗎? 怎麼了?怎麼了? 這樣就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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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了 就當你敲傳發作 就當我替你做人工呼吸也不算 那這裡說一次,不是,兩次 你呢? 聽你這麼說,又是嗎? 你這個死人頭,去死吧你 這是最大的叫做防疫 kitty 不是, поряд arg、疼不算 你們看你自我 甚麼死人頭 為什麼我 niego呢? 沒想到你رك Voice 你哪有力保持我 好, 沒問題, 只有一個位置 下一輛 那好吧 怎麼樣?先拿來吧 英俊, 有心道歉就快點上車吧 要你先下車, 先讓他上車吧 就是了, 先妨礙腳斷 CG哥哥, 我已經付了這個位置的錢 你可不可以開車嗎? 謝謝…上車… 你好, 送給你 即是甚麼 這張馬仔就早就買了 打算謝謝你教會我拉花 還有怎樣請我做人有個鬥心 要做包租公的模特兒 誰不知被阿伯的麻痺 阿伯就打亂了我的計劃 要不然神租都送給你了 對了, 到底怎麼樣? 現在最多這樣 我連我的鞋子也還給你 我這條鞋子是甚麼? 你關於前面有了 阿伯 不如你坐後一點吧 不如跟你說話, 很辛苦 不是很辛苦 這隻馬仔真的很適合你 我在頭柱站外面見到 立刻想起你, 馬上賣 誰說你知道我喜歡賭馬的? 不是, 你平時吃茶餐 要A餐和B餐都會有選擇更難的 你有了一隻馬仔之後 拿著它, 心想要A餐, 按個按鈕 如果是紅燈就不要去馬 如果是綠燈就去馬 是不是你指龍燈? 指龍燈? 我說你點紅點綠碟真 前面有, 麻煩 來, 我們坐吧 Race, 坐吧… 為何我剛才叫你坐, 後幾行你不敢 為甚麼 我坐小巴,一定會選這兩個位置 一有甚麼事,私機實在太自保 坐在他後面,出事的機會率較低 還有飽造工具照顧,死得了 還有,你下次坐小巴 千萬別坐在剛才的位置 有甚麼事得到你 整個人都飛出一條車 你剛才覺得我坐在那裡 那麼久不出聲? 我在小巴站叫你下車 我只是不省省 你海港白一點 那我把秘密說出來 豈不是很多人跟我欠位置坐 馬仔,我應不應該原諒提子包? 看見了 甚麼?也不是這樣按的 我教你按,這樣按… 看見了 再按一次就行了 好 就這樣 綠燈壞了 你這傢伙和安全帶都不涼 來,我幫你 怎麼不斷扔老爸,拿一杯來,說 包租公 拉花王子 拉花王子,我看見你上電視比賽 對呀,你真人比上電視還高 很多… 挺口氣的 那不是包租公才是你的王子嗎? 老爸… 怎麼了? 你膽敢借老爸過,叫他兒子,不敢承認 來,這杯把把租公拿給你 不是…我不是送給他的 好嗎? 好嗎? 這是我爸爸,是你最想見的拉花王子 而我就是拉花王子的兒子 拉花小王子 這就是我陪他來拉花比賽用的咖啡杯 我特地叫他拿來送給你的 謝謝包租公,謝謝你那塊王子 你可不可以替我跟王子拍照嗎? 當然沒問題 我今天很開心,咖啡王子,再見 再見 小姐,你不是說作人魔好功無怨 與腳踏實地 你襯不起家欣、Betty才是你的程度嗎? 來 膽量過來吧 什麼? 什麼? 是這個了… 怎麼了? 什麼你這樣也認不出 剛才家欣就帶這輛車放學了 那怎麼辦? 我決定了 我將來不要當巴士司機 我要當總裁 因為這樣才能買到這輛車 以及接到家欣上學和放學 老祖公,你終於開竅了 你終於變成花式林的小孩子了 你終於想上班只要肯努力 夢想可勝,就知道你了,老祖公 老祖公,當然了,老祖,你再拉回王子 我不用再擔心你老了之後 連坐巴士的錢也沒有 為了家人熟成車優惠 再去做巴士司機吧? 乖… 老祖公,你也快點再去參加比賽 再拿冠軍 為何這麼心急 我才可以再乘機和家欣去玩 你這個臭小子 又是老祖公的過程吧? 什麼? 你又可以乘機和Grace去玩 就一舉兩得了 我發覺你最近 三句不是兩句還是Grace 你不會再追家欣追追下 轉帶追她吧? 幹嘛?拍我對手嗎? 好 先生,是不是想買車? 買,一定買 等我兒子長大後,賺到錢,馬上賣 怎麼這麼晚的口,歸著你? 幫你工作,老闆 真是值得 你吃我吧? 又有東西吃了 幹嘛是凍荔茶,不是咖啡嗎? 豆腐火辣飯? 我不是老馮送外賣給你的 這些是我吃的 我是來裝修,不是來送外賣的 幹嘛?你今天貴貴的 看,有空來看清楚 我…二十萬?你要收我二十萬裝修費? 看清楚,收便宜你賣的 但是…你美口螺絲來跟我寄 還有…美股有,有多少股你也跟我寄? 你螺絲不是畫上去的 真金飯是買回來的 我又有用力 我又有用力 對呀,人家今天學了一所六指琴 不如這樣吧,待會我告訴你 你就當作交學費 當作給了裝修費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大陸的手才 是這麼厲害的 你立刻變成你的手才能做 蘇星,你可怒 你這樣做什麼事?你大姨媽大威? 我告訴你,你不用惹我 你是我的客人 如果你不滿意我,我覺得我騙你 你可以不幫助我 同樣我也是你的客人 如果我不滿意你的商業 我不會發脾氣 我跟你明滿實價,破身教訓 關係非常清晰 我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怎麼這麼久?等你考慮了 叫你這麼久,當作就是遷租生意 怎麼樣?看你的單,看你的單走了 蛋糕好像有點問題 你過來幫我看看 張松露的蛋糕是不是有問題 不關心的,好 你幹什麼?你瘋了 你下來瘋了,你瘋了,瘋了 你瘋了? 你瘋了,你瘋了 你瘋了 是錢而已,看你瘋了 對,我瘋了,我瘋了 我瘋了一雙刀 只收了你幫助我我的錢 這一口…第一次跟你過一天 這一口…是你幫助我一周年 這一口…是你出價給我的錢 你瘋了,你瘋了 你有沒有還我? 我告訴你,自從我認識你以為自己走運 這麼多年來,我買了六合彩 琪琪的六合彩號碼都是你的三位送事 生日號碼 但是琪琪都吃八個 我家裡還有一整個 真想找你留車出來給你看 如果不是你說 喜歡女人,長頭髮有女人味 這個死人搞法 什麼?我長大了這麼久 我真的得到十二費都照顧 這個髮是你說喜歡鄭依杰的獵豐 所以我要先留這個髮 但是我做三行 那一份一份一份,你覺得我都很累嗎 不然你說喜歡女人穿泡紋才夠性感 我死共簽,穿上那些狗的衣服 你這樣瘋子像老虎猴 你知不知道這樣用價錢嗎? 我跟你說,我女人是猛虎下散 是你說一句不喜歡紋身 我現在要撕掉她 你知道我多痛嗎? 你會舉腳,我不會舉腳 又是你說,女人穿絲襪才好看 還要說有骨 你知不知道現在很難買到有骨絲襪 那些骨是我用筷子畫上去的 現在洗都洗不掉,我還給你 我現在還給你 這褲子是不是很可愛 是你說喜歡這個模式 你一定知道我才會穿 還有,你說男人沒有腳毛,不夠男人 我每晚就回去捉飯 爹不斷坐不斷坐,很經典 是你說穿著女人夠肉的,人才靠滅 我每天吃你那些死人飯盒 吃到我拖子都帶著米 是呀,以前我有個肚子 叫肉絲、肉絲、瘦骨絲 現在我叫肉絲、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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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你說我做這麼多事 為了我收拾 你說收…誰要用我? 我養你,阿文,和我結婚 怕嗎?見我,不用怕你? 我看見你,馬上見了我 我立刻在這裡解決你 我解決你,來吧 你已經立刻速前速決 來,在這裡,來 你一定會死的 來,見了 死你 死了,阿談,死了 死了 死了 那邊呢? 你看 詩生小姐是不是打算結婚了嗎? 我們剛剛才排了旗而已 恭喜你,那就對了 現在病假正在做優惠 賣得越多越多優惠 你看看這單張 現在真的好像有這樣的優惠 真的有很多優惠 看來天天都想我們早點擺走 好,我要一百張 多謝你出現八年土俠,永傑騰森 阿鳳,我們排期完美做註冊 會不會是急了一點 你是不是想去宿舍? 我想去宿舍? 傻丫頭,只是這麼多東西要準備 你這麼急,真是說不及 阿鳳姐 只是簽個紙而已,有什麼要準備? 雲都來到,我去那裡買老婆餅 阿倫 吃早餐了 阿鳳姐,這麼齊人,這樣就對了 我有人生之中 第一個大的喜術要宣布 打爆了,差點金平妹 我有人生之中 第二大的喜術要宣布 不如讓我唱出來吧 阿蜜蜜唱錯了 阿蜜蜜唱錯了 阿蜜唱錯了 你怎麼會嫁給你? 你怎麼會嫁給你? 阿蜜? 你就是阿蜜 什麼事? 原來我結婚了,你怎麼會恭喜人? 什麼?這是什麼反應? 阿蜜,不如我嘗試給阿伯佑反應你 你這個壞蛋,瘋了錢 娶她又一做老婆 你是不是瘋了?含流感,上腦了嗎? 你… 夠了… 大哥,我被你打到這麼多地上 你怎麼會怎麼樣? 我做三行,我做人有拆串 要不然我早就回來跟他們談 要不然我現在在阿鳳的溫柔鄉 正在開心 我覺得現在你第一步 千萬不要白友知道阿鳳的時辰八字 不然他一定會鑑長打他在十八層地獄 第二步,告訴白友你很想結婚 但要去荷蘭結 因為你有一個很好的男朋友 我明白 就是你把三錯號打到十八層地獄 都是湯不育身,然後很輕鬆跟他說 我只是想娶個豐月超家人 孝順一點… 我三錯號就會由地獄十八層 升上地獄十七層 自尊死地獄生,怎麼樣… 不要… 一定不是說真的吧 正所謂底線一旦被超越驅周 不過,不再是底線 這個才是把傷痛感到最低的最好的方法 不行,你們不可以騙媽 兩年前,你嫁個腦袋 拆殺人家的家庭,這樣可以騙媽嗎 兩回事 我跟你說 反正你打招呼這麼厲害 你不斷那招呼 你就替我貢獻那招呼出來 知道嗎? 偶爾開工,我跟阿鳳預約了下個月未註冊 不行 你不要當我迫你,但當的話當我就可以 你真是… 你也不用說 我只要你們咖啡室最好的那杯咖啡 提子哥說要… 你… 請問我, 請問我 岳山, 你要的咖啡 不坐 終於都出來了嗎? 我一直都在 中炒印尼咖啡豆做基礎 甜度高有香濃的巧克力味 再淺炒哥倫比亞的咖啡豆 來補充果味的不足 還加上埃塞俄比亞的豆 連酸味的部分也照顧 果然是一個很好的標誌 厲害 這將是PRBC香港區的參賽表格 要以公司名為出賽 你代表Mr.&Mrs. Bean出賽 羅先生,我知道你懶贏了 大家下次更謹靜 自從上次跟你控陪室鬥完 選擇瑕疵鬥之後 終於令我覺得Mr.&Mrs. Bean 有資格跟我比賽 可不可以認錯人了? 拉法冠軍是我才對嗎? 因為這間咖啡室 有你這個靈魂人物在這裡 她的靈魂是什麼? 我想你弄錯了 我只是一個洋葡萄 你這間酒店的升級寶貝士 是爆紙題,就是我 你說笑就… 沖拉花這些門面的東西 她又做得不錯的 但是沖咖啡? 沖到廁所就可以了吧? 這麼老人痴呆 剛才說這杯咖啡不錯 這間咖啡室 沖的咖啡勉強叫做不錯 但不是小丑你的功勞 是犯法你炒豆炒得好 根本上小丑就不可以 把你炒的豆潛流發揮出來 我應該這麼說 糟蹋了你的心機 我告訴你,范花只是控賠師 我才是咖啡師 所以你參加不了這個 什麼PRBC的比賽 如果你要找Mr.&Mr. Spin的麻煩 不愧找我 范花,你怎麼沒跟小丑說 一個多厲害的咖啡師 最多是控制咖啡質量的十個百分比 要認識了簡豆、炒豆、Brand豆 連著控賠師控制的二十個百分比 這樣才叫做咖啡狂人 你這麼厲害 怎麼會不是一個出色的咖啡師 我不管你說什麼 你的對手是我才對 范花 你是不是又忘了跟她說 拉花比賽已經是她人生的冠軍了 你不要再隱藏自己的實力了 應戰吧 我等你… 范子哥… 剛才他一直說的那個小丑是誰? 范子哥,你是老闆,你決定了 究竟派誰代表咖啡來參賽 你說,快點 你…給我多一點時間考慮吧 還考慮? 你一定跟Lorman一樣 看死我會輸,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是 為什麼會是呢? 我畢竟還是拉花冠軍 你一天不出賽,一天都是拉花王子 如果你一出賽輸了 你說的,拉花王子這個品牌 馬上跌價 但是PRBC的確是一個好機會 幫Café出名的 找個范花去參賽吧 我對贏沒興趣,那就行了 不用說 你以為拉花王子這個品牌 屬於你自己的嗎? 當初是Café栽培你的參賽 拉花王子這個品牌 是屬於Café的資產 你還打算跟Lorman這麼有級數的人鬥 明知道輸得很重要 當初你也看死我會輸 拉花比賽,終於 對了,媽媽 當年沒人猜到 Willington會在Waterloo贏得Napoleon 對了,好,對 對了 好啊 如果你能沖一杯令我感動的咖啡 我就讓你參賽 好 剛才那個有什麼能勤的? 根據這幾天 我觀察Café的營運模式 我覺得有幾件事我們要整理 第一,嘉靖的蛋糕賣得很好 本來是一件好事 但是它的蛋糕下午五點多就賣光了 真正來吃蛋糕的人客就會白白流失 所以嘉靖就要增加蛋糕的供應量 但是飲食他要上學的 這是他的問題 我們簽約的時候說明 他有責任供應全天足夠的蛋糕給我們 第二,我看有些人買一杯咖啡 進來就坐一整天 轉過率太低了 所以我想多加幾個位置 會不會太逼劫? 我知道,太逼劫會流失客人 你放心,我不會犯這個錯 第三,我想走額外 員工大家要負責 如果賣不到我們一定的咖啡和豆 就要收一條稿 如果賣得多的自然就有委託 這樣才有衝勁工作,你覺得怎麼樣? 那…這就事不宜遲,由明天開始吧 手下留豆,豆還沒壞 幹嘛扔掉它? 你一到一刻 想著塞著耳耳朵聽歌 一刻要買豆你也聽不到 有什麼幫到你? 我想要包藍山一號 你喝藍山豆? 不是,我最近就剛學喝咖啡 聽人家說藍山的豆是最有名的 所以想買包來試試而已 大多數亞洲人都不喜歡喝太酸的咖啡 而藍山豆本身就是比較酸 但藍山豆不是最貴嗎? 最貴不代表就是最好 藍山豆主要是因為產量少,所以才這麼貴 那印尼的貓士咖啡呢? 更貴,因為產量更少 我建議你先試試這隻哥倫比亞豆 價錢比較相互 到你試試自己的口味 再買貴豆也不遲 好,我就要這包,那邊給錢 謝謝 犯法 你不僅賭豆,你還賭米 你平時買的那些豆鬼死這麼貴 為什麼不介紹給客人? 你別裝聽不懂,我知道你聽到的 經常只顧聽那十問九問 一,原豆貴,只有一個理由 由一分錢一分貨,你上來貨便宜 可以做茶餐廳,不要做精品咖啡二 炒過的豆風味會隨絕時間 而非法買一個月已經是頂到盡 如果照沖來喝都是那句 你應該做茶餐廳,不要做精品咖啡三 我身為控陪師有責任介紹 最適合戶客的豆,而不是最貴的四 我聽歌是為了配合炒豆的節奏 深度控陪需要強勁的走路 剪到控陪需要輸情的玻璃五 不,還給我一個耳筒 你經常戴著耳筒 客人覺得你不專業,我要沒收 發雲哥,你老闆娘的老闆還比我臭 要不要讓兄弟坐在一起? 要去找他找他,老闆 你餵舊,你倆馬上去… 收到 買個新耳筒回來 馬上去 好,走到辦公 到這裡,放著這裡 放在這裡就行了,別妨礙我做生意 你去搬那些過來 媽媽,你的辦事效率要不要快成這樣 昨天才說要新桌椅,現在已經送到你 其實會不會真的太逼? 萬一要走火警,那怎麼辦呢? 太逼? 老闆娘,我也過得到,你看看 你看看,怎麼會被捕? 那你瘦而已 我瘦?比你瘦瘦瘦? 你忘記我們有啡啡了嗎? 沒理由叫生意去就一個人 為什麼?我覺得他要減肥 他很容易讓客人有一個錯覺 以為吃了我們這裡的蛋糕才會這麼肥 各位靚太太,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喝這杯咖啡呢? 如果我說不喜歡呢? 你說喜歡吧,你說喜歡我才可以繼續說下去 是嗎?那我說喜歡,那怎麼辦? 那就好了,是這樣 這隻咖啡豆是你們在喝的這杯咖啡 我們正在做推廣,你看看 小朋友,看不出來你也有小老鼠 是呀,先讓一個強烈有力的給我們看看 我先給你這杯咖啡 石仔,對了 小朋友,你好像今個月到現在 還沒買過一包豆 你知不知道收了我們三封訊息 就可以解僱你了 這杯咖啡 如果你大一點,我買二十包 我買三十包,我買四十包 我幫你買五十包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多心 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做鴨一樣 你說呢? 是呀,不是的 我要攜ите那個耳筒的錢 也行 我要參加咖啡師比賽 也不是說沒可能的 不是,據我說,不要指望你 我去找蘇眉 不要,不要騷擾蘇眉閉關連遊戲 我答應你,我答應石仔和梵梵梵 我一定會再跟媽媽談 不,我終於睡覺,我去睡覺了 快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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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需要幫忙嗎? 多收拾衣服,你打算長期去飲食屋住嗎? 你知道嗎?我多難得才想到 用積欄衣服這個哲理來發展這個遊戲 所以這次我一定會盡地一抱 剛才任家靜一說,我才發現 這個近乎用錢什麼都買得到的世界 積東西給自己關心的人 意義究竟有多大? 你知道在紐約有一段時間 很流行積欄衣服嗎? 是嗎? 香港和紐約都是一樣的 人與人的關係都很冷漠 所以透過積欄衣服和互相交流知識和心得 人們就可以變得近一點和溫暖一點 正確,我就是想透過這個遊戲 改變現代人對所謂花時間這個觀念 蘇薇,我也預感這個遊戲一定會合作 我也是這樣說 太好了,但是你知道我對積欄衣服 真的沒什麼意識 所以我要留在劉嘉靖那裡做多點研究 可能沒那麼多時間來咖啡店 最近咖啡店沒什麼吧? 不是真的有意識嗎? 沒有,我剛才正在查電話 小心,有些訊息 蘇薇,最近你為了咖啡店犧牲很多 所以…你去吧 你去洗脫你的咸遊戲天喉這個名字 那好吧,我去吧 太好了,那你也要加油了,再見 早安 早,你跟媽媽說了嗎? 跟媽媽說什麼? 我參加比賽的 還有犯法和石仔的不滿 就算了,你不是沒有那件事嗎? 當然有 不過媽媽說 讓她給她一點時間考慮一下 考慮到什麼時候? 你今天這麼早來 我還沒離開店 你在這裡搞什麼? 你做特訓吧 現在看你醃鴨舌嗎? 讓我教你一個正統的訓練美國方法 你現在要學的就是要分辨出咖啡裡的極細味 極細味的變化和不同層次的味道 互相配搭下會有什麼味道 為什麼只有甜、酸、鹹沒苦呢? 是因為人很容易感受苦味 你初初喝咖啡的時候 都只是喝苦味 就吃了,嘗嘗 好 至於為什麼要連甜、酸、鹹 是因為一個芭士要沖一杯漂亮的咖啡 是要懂得掌握如何平衡這三樣東西 甜和酸是最重要的 鹹是用來提升甜和酸 屬於一個輔助的角色 而且甜比酸還要重要 因為一杯咖啡沒有酸有甜 也可以說是一杯漂亮的咖啡 但相反就不可以這麼說了 單單有一個味道就很容易猜得出 但當你混合了就很難了 要過到這關 會不會像要上次遇到一杯神級糖水 或者神級檸檬水才行? 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什麼?